青石几缕光阴,便是世间美味 我是舅舅,欢迎来到时光时味 今天咱们来做农香的花生糕 首先要来炒制一些面粉 我们需要130克普通中筋面粉 因为炒制过后会发了一些湿度,重量会变轻 所以我们大约准备150-160克的样子 炒好的面粉颜色会变深 摸上去有明显的热度 我们准备厨房秤和一个较大的盆子 将面粉秤出来130克 接着加入花生粉 我使用的是这款熟制的有机花生粉 需要230克 或者您可以使用250克炒熟的花生 用料理机打碎 加入10克白糖 5克黑芝麻粉 混合均匀 再加入70克蜂蜜 继续混合均匀 最后加入40克熟植物油 接着搅拌 如果有大的结块 要将它们搓散 接下来准备一把凉勺 我这个勺子一勺大约15克左右 一个50克的月饼模具 如果做50克它会太厚 我挖个三瓶勺 大约40到45克左右 轻轻敲一敲底部 用手稍微压紧 避免倒扣过来的时候散开 像做月饼一样 将它压紧脱模 一块花生糕就做好了 这样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送入烤箱 华氏355度 摄氏温度180度 烤制15分钟 香味会更加浓郁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请试一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